37岁快男苏醒发亮堪忧,自曝被直发广告找上门,都是发型惹的祸。 发亮的问题困扰的不只是普通人,也有明星。 但有些男星只是为了造型而去留寸头,却也被误以为是发亮堪忧,甚至还被直发广告找上了门。 07快男亚军苏醒,最近就在个人社交媒体账号上晒出了截图。 苏醒晒出的截图显示,某直发机构正在寻求有直发意向的达人进行合作,并主动给苏醒发了私信。 对此,苏醒在对话框里打出了我是留了圆寸的发型。 不是没头发,我头发很多,谢谢。 从连续的感叹号可以感受到苏醒的无语和愤怒。 为了自证发亮很多,苏醒还在这条动态里配了另外一张图。 图中分别是近期在这就是灌篮节目中头发浓密的样子和刘元寸的样子。 确实,刘元寸可能会让部分人误会,但他留其他发型时确实能明显感受到他的发亮不错。 而评论区也是炸开了锅,粉丝们使出各种招式与苏醒进行调侃式互动。 有的晒出饭拍图片来帮他证明发亮确实不错,有的则则被他不留起来别人怎么会知道。